这一次,不管做了什么,我跟我老婆讲,就算拼了我的命,你也要叫医生救小的,不要只是因为去年他们只是一直想到过大的,没有要救小的,其实医生应该当时如果要救小的,他们也需要紧急破复。 这就是这个,他们要跟他从嘴巴拿出来,现在医生面对一些挑战的就是。 哦,你是紧急破复,不是说好,不是,半夜四点,其中一个洋水破,就很快的送去医院,是这样的情况下开刀了,不开刀是不可以很危险的。 当然,我每次都很,我电话每次都一直很注意,我电话我怕医院打来。 我目前为止是,每隔两天我都会进新加坡看我的孩子啦。 第一,最主要也是要送人来过去医院,现在最重要的他们的事。 就是,要为他们的忍耐,所以我每隔两天会进新加坡。 庄宝胎胎的其中一个女儿立名啦,她是有那个,叫做什么,酸,酸吐唇啦。 两个,两个洞上去,所以现在他们要给她,那个氧气的时候也是有困难啦。 目前为止他们是用嘴巴给他们那个氧气管。 可是太久也不可以,现在三个礼拜了,他们也需要跟她拿出来,从鼻子进。 可是因为她有这个酸吐唇的问题,医生还在想办法怎么样让她,给她氧气从鼻子进。 这个是医股跟着KKHospital给的医股啦,是麻痹两百七十万。